今天不是我想要一直换 就是他们不合理的要求 是已经第45份的美商公司 比较一个福利制度的正常公司 今天谁就也是 每位求职者都想找到一份 合适自己的工作 努力寻求升迁加薪的机会 不过台中一名40岁的阿熊 高中开始半工半读 退伍后22岁进入传产 当作业员11年之久 32岁那年想尝试不同领域工作 当中做过厨师 导游 旅行社业务 随护和保全 甚至还跑到工地当零食工 八年之间就换了44份工作 外界好奇什么原因 让他狂患工作 而阿熊透露 最近找到第45份工作 月薪超吓人 在32岁之前都是固定的 因为有房贷就固定 后来想说都没有压力了 因为薪水太低了 然后在一个工作做11年太久了 想要尝试各行各业看看 那后来你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餐饮业 仲介 中国医药学院 互佐 厨师 都有做过啦 班旅游也有啦 就这样子 那什么日商美商都会去做啊 那最近又换了什么 最近第45份的美商公司 比较有一个福利制度的正常公司 职称就做医员啦 技术员啦 啊 薪水就也是2万9而已 你看 现在趋势都是这样 你不靠加班还是什么都没有 没办法 做了那么久的工作 我真的没有等过3万4以上 没有 一定要靠加班 加班可以拿多少 加班也是3万5万 就是工作嘛 为了生活嘛 没办法 那今年40岁啦 如今换了第45份工作 心境上来说的话怎么样 心境上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就是会被人家讲说 你怎么这么不稳定啊 一直换工作啊 还是说密室的人也会怕被问说 你是不是会很容易就离职 还是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没有耶 反正他们觉得你很有经验耶 啊 想要邀请你来工资工作这样子 我以为我到40岁因为很难找 结果不会耶 那你换什么工作 他不会觉得说 你这个年纪怎么会一直换 一直换工作这样子 也不是我想要一直换啊 是因为有一些公司 有不合理的要求啊 曾经遇过什么样最不合理的状况 有曾经那个本来是电子厂配线的 啊 早上就会叫你先去公司的地下室 啊 大家都要念佛经哦 都要念他所谓的那个经书 然后念完之后呢 就会说还要上牌做港研 然后你的港研呢 跟公司的里面不符的话 可能还会被扣薪水还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样有点夸张 我就想说不符合这样子 我就第一次了 男人当兵受训名言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 职场上面对公司奇特的要求 员工该如何面对 阿雄还遇过这样的情况 那个台湾阿张那个两个课长男后悔啊的时候 说什么叫我要去上台表演 我说好啊表演啊 唱歌什么我都可以跳我都可以啊 可是他叫我 居然是叫我去当九天弦女啦 我说为什么叫九天弦女 他说我看起来就像阿翰 我就要办女生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我没办法 所以我就也是因为就这样离职了 我会换到这样子的 这么多的工作也是逼不得已的啦 不是我想要一直换是他的不合理的要求 南部 你像饮料店好了啦 其实买个饮料跟台中台北的价位就不一样了 那薪水真的跟你们台北差太多了 难怪你们来台北就不想回台中南部了 因为中南部的价位就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想过来北部发展去的 可是也有人跟我说 很多亲戚都在北部 可是很多人都说北部消费高啊 所以一个罗坡一个坑嘛 那其实台中消费也不低啊 想要去哪里就不低 可是我们薪水永远都比台北低啊 那这样子生活品质来说的话 别人都会很怀疑是很惊讶说 哇你怎么可以活到现在啊 你说二十年前的薪资是这样子 二十年后薪资也是这样子 你还可以活着啊 啊居然还可以贷款买房子不容易呢